第八次上課 每一次上課基本上都有我們的重點 比如說像上次的重點 應該是放在有關檔案跟資料庫的結合 其實前面我們有講到檔案在進階 就是合併跟分割 所以如果你回去的話 能夠把檔案跟合併分割 就是全省尤其地址那個範例 如果可以把它練習 而且熟練的話 理論上你檔案在Python裡面的應用 應該就比較沒什麼問題了 其實你說這個當然以前 如果用別的程式語言來寫的話 其實當然會非常的複雜 可是基本上用Python相對簡單一些些 另外的話我們還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SQLite資料庫做結合 當然資料庫你需要學習的這個 知識其實相當廣泛 你會發現光資料庫架上就一堆書 我們當然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就挑重點 所以你特別注意 你SQLite部分的話 最重要一定要學會幾個地方 包括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然後幾個欄位 欄位的資料型態 有點像是你要放資料之前 你要先規劃好 規劃好之後的話 再來就把資料做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所以特別注意 這四個重點 如果你有掌握住的話 基本上在使用那個資料庫部分 應該就足夠了 那不是只有Python是這樣做 其實其他語言也都一模一樣 其實說那個其他語言 處理資料庫的基本觀念 基本上都雷同 而且SQL语法也是雷同的 所以你會發現 資料庫部分的話 等於就是有點像是 所有程式語言 這個一定會用掉的一個技術 然後再來的話 有關就是說 這個開檔、這個練習 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 再來就講到有關網路資料 網路資料裡面的話 那我有提到 如果你們要練習的話 其實可以從那個 網路上的開放資料裡面去找 那光那個CSV檔 在網路上就 政府的開放資料 就有三萬多種吧 CSV部分 所以你 Google查那個開放資料 就會找到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 當然我上禮拜提過 其實我們是找什麼? 找竊盜 但你若不喜歡找竊盜 你可以找你有興趣的 像金融理財這邊有一堆 然後還有一堆 像跟兵役有關 跟購物有關的 公共資訊 老年兩老 退休等等的 這些都一堆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資料期 其實資料期 其實就是 就是資料表 其實名稱它這邊翻譯叫 Dataset 那其實就是Table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有分各 中央地方 還有它有分類 分類其實最常被用到像投資理財 這邊其實有一堆 然後還有分檔案格式 其中的話呢 最多就是CSV 它有4萬多種 我記得好像上次才3萬多 現在就4萬多 那也就是裡面的話呢 你都可以拿這些 直接下載 那CSV的檔案 相較 這個Jason 還有XML 其實相對起來 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它其實基本上 CSV 就是 重門字檔 其實跟點TST 基本上沒什麼差異 OK 最大的特點就是說呢 它一定是豆點隔開 所以那個C的話 是Calmout 豆點 有沒有 OK 那Jason的話呢 其實相較之下 就比較複雜了 Jason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物件 OK 那這個物件的話 你要去解析它 而且喔 這個物件的話呢 它外面可能是大瓜糊 也有可能是中瓜糊 裡面的話還有Key跟Value 它複雜度其實相對的 比起那個什麼CSV 又來的更加困難 今天剛好我們重點喔 可能慢慢就是 從下載CSV 慢慢要推進到Jason 為什麼要Jason呢 因為現在喔 只要開放資料 跟那個程式有關 比如說我今天用那個手機app 要抓資料的話 通常會抓網路上的API 然後那個API通常會給你的就是Jason檔 OK 所以喔 你提供給我API 那其實大部分都會提供給你一個Jason檔 所以喔 如果提供給你一個Jason檔的話 假設你不會解析的話 那你根本就不會用 那API 這個Jason裡面到底格式 長得什麼樣子 那如果人家給你一個API連結 那你要去怎麼解析它 當然一般解析是一定要先把它抓下來吧 OK 所以怎麼抓 抓到之後的話呢 你當然要 你如果還沒有做處理之前 那先存起來好了 那存哪裡 你可以存檔吧 OK 然後不然的話 你就把它怎麼樣 存到資料庫吧 你可以存在檔案裡面 一般的話 如果你想說 那如果Jason他的檔案格式比較特殊 那一般可能 你比如說要給一般人用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Jason轉成CSV 所以可能還是有個需求 Jason怎麼轉CSV 然後呢 這個Jason怎麼轉到資料庫 等等的相關練習 我想後面 會再來跟各位做說明 然後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利用台中的住宅切道 把資料下載 並且寫入到資料庫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其實延伸到什麼 就是去下載網路資料 那這個下載網路這個動作 其實要多 需要有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叫做Request OK Request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叫Get 也就是說 Request有點像是一個瀏覽器 點Get 點Get的話就是有點像是你輸入網址 有沒有 那個網址它就幫你把那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顯示在瀏覽器裡面 可是問題 Request它沒有瀏覽器的樣子 它就是幫你抓下來 放在一個物件裡面 那個物件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HTML 那裡面的資料叫點Text 所以我們就把點Text 給顯示出來的話 也就把它print出來 也就可以看到 所以上個禮拜那個 台中的住宅切到吧 比如說你可以怎樣 住宅 你可以打切到 上禮拜我記得 我們是在開放資料裡面 好像是搜尋一下 因為我跟各位講過 本來我是抓台北市的 不過好像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它其實以前是真的開放 直接抓OK 但是現在台北市的那個資料 它變成說 它是半開放 也就是你要抓 你還要設 就是說你還要再做一些事情 反而它提高門檻 讓你不好抓 甚至有一些資料 還要甚至還要叫你要輸入那個金鑰 OK 所以你說到底是不是真的開放 它也許它有它的顧慮 所以我後來就改成用那個台中市的 這叫做台北市的 然後它可能怕人家抓太多吧 OK 那這邊就有台中市的住宅切到 那理論上的話呢 它會提供給我們的相關格式 會顯示在資料 什麼呢 資源下載網址 有json xml csv 所以如果你假設練習完csv 你想要練習json 這邊也同樣的一個資料 通通都可以練習 那其中的話 我是利用這個csv csv 這邊當然你可以直接下載 或者檢視一下 這邊會跟你講說 我的網址在這邊 那如果你假設呢 你不是用點之後呢 再下載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先找到它的資料網址 然後看一下它的編碼格式 一般的話呢 通常是UTF-8的機率好像越來越高了 以前好像通常是什麼 BIG-5啦 或者叫什麼CP-950 不過現在好像越來越多 用那個UTF-8了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看一下json OK 後面我講 檢視資料 那這邊就有json格式 當然你可以直接點選它 它應該會跳另外一頁出來 或者直接下載 那如果你不要下載的話 這樣直接點選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到一個新的網頁 直接把它貼上 它好像也直接下 我貼上看看 Enter它會不會 如果呢 它還是直接下載 那它下載之後的話 它副檔名是點json 那如果你要開的話 我是建議呢 你的電腦裡面 可以安裝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那個edit 有沒有 這個Nord配++ 你用Nord配++把它打開 那這個就是json的格式 那你會發現喔 它的格式把它Ctrl-減 把它縮小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長的樣子就這樣 一個中瓜弧 中瓜弧有意象 中瓜弧就是串列 它放在一個串列 那裡面的話有大瓜弧 那這個大瓜弧就是所謂的字典 那串列跟字典 最大的差別是 字典多一欄 也就是以前串列就單欄 那字典的話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兩欄 一欄的話是Key 一欄是Value 那Key的話其實有點像是欄位名稱 它的什麼欄位名稱 後面放什麼字 一個Key 一個Value 一個欄位名稱 帶一個什麼樣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裡面就是一個Key 一個Value 中間加冒號 這個是第一個資料 它的欄位叫編號 編號資料 然後第二欄 第三欄等等 不過你會發現喔 光看到這些資料 頭都暈了 所以我待會會教各位一個方法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不要這樣直接看 所以後面我會跟各位講 簡單一點的方法 去解析那個 就是有關Jetson的檔案 然後 所以呢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接著來看 這個有關 這個下載的部分 所以你們稍微看一下 0601的部分 所以上個星期呢 我們是把什麼 把那個台中市的那個資料 下載下來之後 並且喔 跟那個資料庫結合在一起 所以喔 你們這邊是 這個是直接什麼 我是下載之後再開檔 所以呢 你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改一下 如果假設喔 我不要下載之後再開檔 所以找到 剛剛那個什麼 台中市的住宅切到有沒有 然後你們找那個CSV好了 假設我今天 希望喔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是 先點這個嘛 它下載CSV之後 那我用檔案物件去開它 開它之後的話呢 那我再去把它做處理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怎麼樣 直接去抓取 這個連結好了 我不是開檔 我是去抓那個連結 哪個連結呢 就是它提供給我的資料下載連結 那也就是檔案喔 不需要先預先下載 而是直接抓就可以了 那要怎麼直接抓喔 跟各位講 你們可以寄一個簡單的範本 那這個範本的話呢 基本我是把它放在 各位可以看到 就在這裡 第二頁的地方 有沒有 這邊有個下載資料啦 其實主要就是這四行 其中的話第一行是 就是ImportRequest這個模組 然後裡面的話呢 引用一個叫Request模組裡面的 GET方法 後面這個雙引號就是放那個 我們要下載的資料 然後跟它講編碼方式是什麼 然後最後把它print了 所以這四行呢 你們可以Ctrl-C 然後呢 直接開一個新的模組 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OK 那就是一個基本的範本 其中的話的網址就放在這雙引號裡面 所以那個網址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可以 試用台中市的住宅切到 這個啦 CSV好了 假設我今天不是要下載 我是要直接抓這個網址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網址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呢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雙引號裡面就可以 意思說我把那個網址裡面的資料喔 幫我直接抓下來 OK 那編碼方式是什麼呢 UTA8 看一下它是不是UTA8 如果它UTA8 你就UTA8 如果它是什麼 Big5 或者是什麼 CP950 那你記得encoding 就要用CP950 OK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print了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如果沒問題的話 或者你電腦呢 連線是OK的 也就是說你有連到網 因為Request記得喔 它有點像是一個虛擬的瀏覽器 直接幫你把你要的資料呢 幫你下載下來 把它執行看看 如果假設你print的結果 看到的編碼方式OK 結果也OK的話 那表示說呢 你這一段程式是OK的 那只是說呢 第一段當然抓下來之後 可是問題來了 假如我希望抓下來之後 直接幫我塞到資料庫好了 那怎麼塞到資料庫 塞資料庫有點像什麼 我們一樣嘛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那幾個欄位 它總共有 1 2 3 4 所以喔 理論上呢 你就是需要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方式特別注意喔 Request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它讀的話是全部讀 有點像檔案物件裡面的read 全部讀進來 它沒有那個readerize 一行一行的幫你讀 所以變成說怎麼樣 你要切割 好像上禮拜有講過啦 你可以什麼 用那個Sprint切割兩次 第一次的話是切割它換行 第二次的話呢 是切割它的逗點 然後呢 分別就把切割到的資料呢 分別insert into到資料庫裡面 那就完成資料的下載 並且塞到資料庫的這個動作了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先稍微複習一下 那當然每次上課 其實我都會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我是建議回去喔 就是花一點時間 因為說真的啦 這東西其實還蠻有點難度啦 如果你本身程度 沒那麼好的同學 真的要非常花時間 你不要看 每個地方說 光隨便一個範例喔 你可能練習花的時間 可能甚至比上課時間還多耶 而且你會發現呢 你如果有練習就知道 每個地方都可能會出問題 而且每個地方呢 都一定要很真的了解 你不能說用混的 好像知道 你會按那個就是 你可能出錯的地方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把那個上個禮拜最後喔 就是下載資料的部分 先把它這個試著操作看看 上個禮拜我們是講到 0601的這個哪個地方 就是在第二頁的地方 其實我們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下載那個資料 然後呢 那下載的話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下載就是整個給你的 整個文字檔給你 有點像檔案物件的read啦 OK 就read 但是它沒有realize 所以如果沒有realize 變成說我們要自己切割 那切割的方式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Split先切什麼 切換行 那因為呢 這個資料理論上 它有可能是用Excel 把它轉成CSV 所以它會多一個反斜線R 如果你今天是用微軟的那個相關軟體 所做出來換行 如果用Linux的話 直接反斜線NOK了 但是如果你是用那個微軟的這個軟體 像Excel 它可以多一個反斜線R 跟反斜線N 代代替換行 那其實你想說為什麼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反正他們 每個軟體它認為換行是怎麼樣做 他們並沒有先講好 所以會不會Linux環境是反斜線N 但是微軟的環境下 就是反斜線R 加一個反斜線N 不過也不打緊 反正就是知道有這個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看 反斜線R 那你應該是用微軟的環境 可能用Windows 那如果你沒有反斜線R 那你可能是用Mac或Linux 大概是這樣 有這個差異 大概知道就可以 因為這個也無解 你說為什麼微軟不跟蘋果 或Linux相關陣營 他們坐下來好好談 談一個統一的結果 你說有可能嗎 對不對 他們彼此是競爭對手 怎麼可能會坐下來談 競爭都來不及了還談 反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所以就像前面講到UTL-8 跟CP-950 你想說編码我為什麼不統一一下 當然你會想說到底誰統一誰 誰要跟誰 所以你會發現像這種有關利益關係的話 其實應該是不太可能會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可能會有兩個到三個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站在技術的角度來看 反正你就知道有這個差異 你又把它記下來都OK了 你也千萬不要鑽牛角尖 想說有沒有可能有人登高一夫 就統一一切 應該是不太可能 而且誰也不可能 你說誰 賈伯斯嗎 賈伯斯也掛了 OK那迪爾蓋斯也退休了 OK那現在還有誰可以 沒有啦 OK所以 反正你就知道這個有一個這個問題 OK 所以我們實際上上禮拜就是切割完之後 再把結果塞到資料庫 那就完成我們上個禮拜練習 另外的話 在雲端上其實我有放一個就是存檔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那個 檔案下載之後再把它存檔也可以 OK 那存檔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用那個檔案物件來做 反正就是一樣 就是先開一個檔 然後直接把它write出去就OK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自己再練習看看 就是我是利用那個台中市的住宅 的切到資料來做練習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不用那個台中市的 你可以用別的縣市也OK 但是我試過好像用台北市的 直接用request抓 它好像有擋下來 好像會有問題 所以也許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可以暫時先避開那個台北市部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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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